我遇到很多這樣的案件 有一個不太好的現象 我看到小孩很多時候 就算是小時候 都要像大人一樣去哄回父母 因為當父母自己不太堅強 或者他在小孩面前說 很不開心,要去見爸爸 或者怎樣怎樣 變成小孩反而是做大人的 就說不要緊的,媽媽 我可以的,在爸爸那裡 你不需要擔心我 或者他不想你這麼孤獨 你可以打給我 反而有小孩在離婚的情況 就要做大人的照顧家長 這其實是小孩的心理不太好 女孩在社工報告上說不想跟媽媽在一起 但媽媽給了一些證據 可能是她跟媽媽畫到一些畫 可能是他和媽媽 或者I love you,媽媽 或者miss you 社工只不過是片面問小朋友 你想見什麼?想不想和媽媽在一起? 社工如果被人洗腦 可能他就這樣回答 我不想見媽媽 社工就這樣報告 不會更深一層去研究 為什麼這個社工不喜歡見媽媽 官覺得有些不合理的確 問問小朋友你願不願意跟我聊 他最後是真的有影響 爸爸有影響媽媽 那個案子很深刻 因為女兒被爸爸控制得太厲害 所以他和媽媽聊天也不夠膽 例如Tex的媽媽說他在聊天 因為他知道爸爸會看他的電話 他會說為什麼這樣 所以他和媽媽是一個code 如果他講Titanium 其實是求救和媽媽 因為Titanium是一首歌 有個歌手叫Seer 他有一首歌就是Titanium 他和媽媽曾經聽一首歌 在一起 這首歌是去教人 Be strong 所以他的code to媽媽 如果他是SOS 求救 就是打這個字 我記得他那時候 發的訊息 其實不是因為他自己 很需要媽媽求救 而是他想和媽媽說 他想和媽媽強勁 因為剛才法官給了一個決定 可能媽媽只是有探視權 而不是媽媽想要 女兒發了一個訊息 雖然他不可以和媽媽說 Jokean或什麼 所以很慘 因為那個審婚仔和爸爸在一起 當然他不想打架爸爸 因為爸爸叫他要做這做路 或者要說什麼 但在同時他很愛媽媽 只不過他不夠膽去表達 最終就是要用官 說你寫封信給我 或者叫一個心理報告 一個兒童去說 這個審婚仔為什麼不喜歡媽媽 法庭就說 其實有些不尋常 所以我會給媽媽有很多探視權 但是穩陣起見 都依然是照顧的管束權在爸爸那裡 但是給媽媽多些探視權 希望越修補關係 審婚仔和媽媽有很多時間 自己一起在一個安全空間 可能他會更加願意表達到 自己和媽媽的感覺 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就逐漸增加同男兒的時間 希望去到某一個位置 可能至少有共同的照顧管束權 但其實我做了很多這樣的案件 有一個不太好的現象 我看到就是審婚仔很多時候 就算很小時候都要像大人一樣 去哄回某一個父母 因為當父母自己不太堅強 或者他在審婚仔面前 很不開心 要去見爸爸 或者怎樣怎樣 變成審婚仔 反而是做大人的 就說 不要緊要的媽媽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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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爸爸那裡 你不需要擔心我 或者說 媽媽 我不想你這麼孤獨 或者什麼 你可以打給我的 反而是有這些審婚仔 因為孩子在離婚的情況 就要做大人的 去照顧家長 這個其實是審婚仔的心理 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我們都會 鼓勵客人 如果他們 就算不開心的話 也不要在審婚仔面前 去表達他幾個不開心 或者就算他很不喜歡 審婚仔要和爸爸一起 也不要說爸爸什麼 壞的事情 只不過會令審婚仔 覺得他要有責任去哄你 或者照顧你